它是一個很像錶帶的東西 然後它是有重量的 你現在看不出來它有多重 因為我這樣拿著 可是其實你聽它的聲音 是很紮實的耶 所以它有就是鋼環在裡面 今天的最後面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所以開箱今天來介紹一個讓大家在家裡面也可以做運動的小物 這個東西叫做重量運動環 這裡面它長得很像肥皂的補充包耶 或者是很像那種在游泳池裡面會弄成一排 它是一個很像錶帶的東西 然後它是有重量的 所以如果你有看過那種武俠小說或是漫畫裡面的主角 他們常常在訓練 就是他們要再變強的時候他們訓練就是 師傅都會逼他們在手上腳上綁一堆重的東西 比如說如果我可以用這樣的狀態下 做出跟一般人的一樣的動作 那我在拿掉這個時候 比如說我的輕功或是什麼 就會變得很厲害 類似這個概念 這也是一樣 就是帶上這個以後 你做任何再怎麼一般的動作 都會比平常再辛苦一點 那你就可以稍微去多消耗到一些 力氣或是鍛鍊自己或是身材變好之類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它是有分手跟腳的就對了 size不一樣 真的耶 這個綠色的比較長 所以綠色是弄在腳上的 好,來綁綁看喔 所以它一組就是500公克的重量 算蠻適中的啦 然後把這個傳過來 其實它這個也蠻時尚的 我記得有一陣子的女生很喜歡戴這種大手環 腳弄這樣 你現在看不出來它有多重 因為我這樣拿的 可是其實你聽它的聲音 是很紮實的耶 所以它有就是鋼環在裡面 所以我現在就是把這個手銬角料先戴好 一條是250公克 聽大家看 這邊一個 然後我們現在來做做看 做什麼事 做任何的運動 我覺得這個不錯啊 這個是練那個蝴蝶秀 有的人會躺在床上 然後把腿放在那個牆壁上 那它上面所加的這些方塊啊 其實你是可以把它拆一些 就是譬如說 我現在只拆一個下來 那當然它第一個重量會減輕 那再來是 你在做調整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容易調到符合你的 手腕的那個長度 比較容易服貼啦 它這個組合呢 基本上是以兩個一組 或是四個一組來做販售 可是我用完會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要的話 你就是一次買四個 我覺得兩個可以做的變化比較少 而且它可能會不夠重 就是你到時候會覺得說 其實應該可以再加一些 所以四個人要手腳各一個的話 我覺得好像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這個又不怕水對不對 所以假如說你真的不排斥的話 你可以一直帶著 然後等到有一天你把它拿下來的時候 就覺得哇全身就是輕了 就跟我剛剛說的就是 整個人就有輕功了你 我知道喔 你腳上綁這個 然後你就去爬樓梯 如果你真的平常覺得缺乏運動的時候 然後家裡面又沒有器材 或是你家裡的空間真的很狹小 這個可能就是你可以考慮的一個做法 然後它其實除了我們現在給大家看到的粉色 還有剛剛我腳上的綠色 它還有灰色可以選擇 所以大家可以到它頁面上面去看一下 就是來自韓國的 這個東西我真的覺得一看就是韓國貨 就我本來不知道的話 我看它的面相 我也知道它是韓國的東西 因為光是它的那個選色 你就會覺得很韓國 今天呢最後面呢 一樣是要來抽獎時間 來送禮物給大家 今天要抽的獎品是 這個LIFIT重量運動環 隨意一組 就是看你是要手的還是腳的 給幸運的一位觀眾 所以只要你玩起來 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次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次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 那我們就會抽一位幸運的觀眾 來送你這個LIFIT重量運動環 那你在留言的時候就可以告訴我們 你喜歡什麼顏色 或是你比較想要優先的去訓練 手部還是腿部呢 就可以跟我們大家來做分享 如果說你是想要瘦全身的 那你就是選腿 因為腿部的那個肌肉量比較多 可是如果你是想要 就是讓這邊變得比較緊繃 或什麼的 那你就可以選擇瘦的部分 就看大家的需求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自己的哪邊 需要再多鍛鍊呢 或是你平常有什麼好方法 在家裡面也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運動 就可以跟大家來分享分享 那總之 大家現在趕快要來留言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下次再見 請大家保持身體健康 然後不要把自己累壞 再見